袁崇煥由一名欺品之县调到兵部任职 没过多久朝廷就把他派往辽东前线 此时的辽东局势已经非常糟糕 大有不可收拾之事 那么人为严青的袁崇煥 有什么能力和计策来挽回败局呢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袁崇年 为您在线明王清兴六十年之 迎住名人 敬请关注 在上一集 袁崇煥由福建少女支县 调任兵部职房司主事没过多久 就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 骑马到山海关内外查看形式 这件事表现出袁崇煥敢于冒险 做事情不按常规出牌 那么不按常规出牌的袁崇煥 他到辽东前线将如何处理 与上司的关系 他会做出什么样不同寻常的举动 他的举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现代人从中 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煥 将与我们一同回望 袁崇煥那不同寻常的奋斗历程 在线冥王清兴六十年之 迎住宁远 袁崇煥是从天启二年 1622年到辽东 到天启七年 1627年 前后的时间有六年 这是他第一次赋料 在这六年期间 他有一剑书生 一个直线 在实践当中 在战火的考虑当中 逐渐成为能温能武 有勇有谋的 杰出的军事帅 官品也一步一步顺 主事正六品 千事正五品 副使正四品 巡服正三品 后来兵部尚书 皆寄辽都师正二品 这个官阶的不断的上升 就是袁崇煥在辽东 建功立业的一个实际的反应 袁崇煥能不断的建功立业 这让人既感到敬佩 又觉得有些纳乱 因为袁崇煥奔赴辽东之时 辽东的局势已经非常远俊 以至于辽东最高军事长官王在晋认为 山海关外已无局可守 只有退到山海关内全力守卫山海关 而如何守卫山海关 王在晋有自己的方案 天启皇帝也点头同意 那么在这种全面撤退的行驶下 明朝在辽东的大片泥土将显然破坏 既然如此 袁崇煥又如何能够在辽东不断的建功立业 这当中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看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还得从王在晋说起 王在晋江苏人万历二十年 是1592年考中晋士 然后关键一步一步升 一步一步升 一直升到兵部尚书 接辽东京队 王在晋这个人呢 因为他近时出身 因为他是近时出身 喜欢读书 也看了一点兵书 但是没有实践经验 这一点和雄庭壁有某种伤似之处 雄庭壁有布局有胆略 但是没有实践经验 没有亲自指挥打过仗 所以后来到广宁之战的时候 他有一点惊慌实错 他有一点惊慌实错 指挥无方 王在晋到辽东 认辽东京队是情不自愿的 开始是兵部尚书张赫明自请认辽东京队 因为广宁丢失 那个时候兵部尚书 是张赫明 他自己觉得有过 他想亲自兼任辽东京队 将功不过 这个人既指挥无方 又匈无谋略 迟迟在北京不复前线 实践不久 他觉得不行 他借个别的茬就回来了 回来辽东京队太重要了 不能空缺 那些就调宣服巡服 谢金邦任辽东京队 谢金邦不去 他知道那是个危险之地 在那既不能升官 又不容易发财 闹不好 还像熊廷弼那样传手救援 他不去 后来催促他去 他还不去 天气地活了 八个字 革职为民 永不去用 第三个 就派王在静 王在静也不愿意去 也是追脱 想不去 后来皇帝生气了 你必须去 王在静考虑 愣抗着不去 最后还是八个字啊 革职为民 永不适用 就硬着头进去 去到山海关以后 他看到这种形式 他就提出来 辽东是无局可守 下棋一样不能布局了 只有守山海关 那山海关又怎么守啊 当时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 就是兵部尚树兼辽东精略王在静的意见 就是在山海关外 八里地的地方 叫八里铺 在那再修一座城 用这座城 来守卫山海关 这个关城 新收的城呢 叫重城 又重复收一个城 这个城 要多少钱呢 当时估算了下 需要八十万到一百万两银子 奏报朝廷 天启皇帝批了 同意 先付二十万两银子 来进行操作 中国有句话啊 叫做城市不见 这个事情已经定了 已经做了 你就不要再提建议了 原创皇帝 他觉得这个意见不对 第二种意见 以原创皇帝代表 在山海关外二百里 宁远修城 作为山海关外的 第一道房间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那么 究竟哪一种正确呢 作为普通人 我们看不出谁对谁错 但退一步讲 即使原重换的意见是对的 人为言轻的他 在这个时候提意见 显然并不合适 因为天启皇帝 已经认可了王在晋作提的方案 事情显然反上钉钉了 那么原重换在此时提意见 就无异于在捋老虎的头须 这有着极大的风险 可不是闹着玩的 当然 如果王在晋虚怀若骨 听得进原重换的意见 也就没什么问题 但要是王在晋听不进这意见 那么原重换将面临着什么样的抉择呢 原重换 你是兵部支方司的主事啊 六品官 仍微言轻啊 王在晋人家是兵部上书间 撩动惊略啊 官正二品 王在晋根本不听你的 怎么办 原重换呢 就叫做越一奏告 写了一封信 越过了王在晋 越过了兵部 直接把这信 投到了当时的首府 宰相叶相高那里 大家知道啊 部里头机关工作呀 是很忌讳越级上高的 这就表现了原重换 不计个人得实 一国实 这种高贵的品质 上了第一封 奏告之后 接着 原重换给首府叶相高 又上了第二封奏告 深述自己的意见 叶相高接到原重换的奏告之后 看了 不能决定哪个正确 又没有现场看 他是宰相啊 他又不能亲自去看 这个时候有个大学士 叫孙承宗 他是天启皇席的老师 叶相高就给孙承宗 商量 并且把原重换的信给孙承宗看 怎么办 孙承宗说 这样子 我亲自去看一看 然后再决定哪种意见正确 支持哪种意见 孙承宗这个想法 得到了天启皇帝的同意 所以孙承宗就以大学士的身份 越边 进行现场的调查 决定 采取哪种方案 孙承宗是大学士 又是天启皇帝老师 所以王再进对他格外的敬重 孙承宗就问 说你的意见 王再进把他意见说了 就是在山海关外巴里修个重城 受为山海关 又问袁中换的意见 我的意见是在山海关外二百里宁远修城 保卫山海关 孙承宗说 好吧 我们现场看一看 孙承宗带着袁中换等等几个人 骑着马出了山海关 沿途观察行事 看了前屯 看了宁远 看了居华岛 一直接近了锦州的地下 除了山海关外 走了三百多里地 接近四百里地 沿途考察 很辛苦 考察完了以后 孙承宗都要流泪了 山海关外 满目荒凉 村屋炊烟 回来之后 孙承宗又跟袁重焕谈了 认为袁重焕的意见正确 准备在宁远修城 但是 汪再进是辽总经略 他主持这个事情 孙承宗就跟汪再进谈 说你意见是什么 王再进说在山海关往巴里 那家叫巴里部 在那修一个城 说你修这个城 有什么用啊 说防御后金军的进攻 那你这个城 是为谁修的 你要为后金修 你要为后金修 后金军队如果打到山海关外巴里地的时候 那山海关也在进攻当中 有什么用啊 王再进说 说我为了山海关外守卫这个军队 如果抵抗不住了 他退 退到这个重城 就巴里部的城 来给他们一个安置之地 孙承宗很严厉地说 说兵家 作战 要支支死地 而后生啊 仗还没打 你就告诉你的官兵啊 你们打败你后回来 退到我的城里头啊 我保护你们 岂有此理啊 但是孙承宗啊 是很老练 皇帝的老师嘛 地位很高 又是大学士 耐心的给王再进谈 史书记载啊 崔心高于七昼夜啊 和王再进的反反复复谈 谈了七天七夜 王再进很固执 坚持己见 不接受 严重皇帝的见 孙承宗呢 调查完了 就回朝 跟叶相高讲的这个事情 又借了给天启皇帝讲课的时候 侧面把这个事情跟天启弟说了 案的意思是说王再进呢 不可重用 把他考察情况跟天启弟说了 天启弟呢就决定调离王再进 把他调到南京并不上了 这样辽宗经历就确认了 孙承宗大学生 但是皇帝老师自请读师 坚韧 辽宗经历 首相叶相高赞成 千启皇帝不舍得 他给他讲课呀 也勉强同意 让他到山海关 坚韧 辽宗经历 这样孙承宗就到了山海关 支持了 袁崇焕等人的一届 迎住宁远城 宁远城是在山海关外 距离山海关二百华里 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星城市 这是一个陷阱市 三百八十多年过去 城墙基本保存蛮好 作为普通人 我们实在看目出 这座城有什么特殊的变化 我们更不知道 当年袁崇焕他为什么不惜得罪上司 敢冒极大风险 也要坚持迎住宁远 为什么他能够看出 宁远在整个辽西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袁崇焕先生 又是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的呢 我分析一下 原因有五 第一 历史传统 宁宣德三年 1428年 在宁远设立宁远位 过了两年 宣德五年 1430年 开始修宁远城 因为它是个魏城 城不算太大 这是1430年 我们现在讲的 到1622年 100多年 这些200年 经过多次的战乱 还有天灾 比如说大雨 这个城啊 后来又修过 但是城已经是 比较破烂 在宁远修城 它有个基础啊 有宣德年间城的这个基础 不是平地上建一个城 王再进那个在巴里铺修城 是平地重新建一个城 没有基础 第二 地理位置 宁远啊 在山海关外200里 再往前 一百多里地 就是锦州 再往前 就是广宁 在整个辽西走廊 就是锦州 往南到山海湾 这辽西走廊 宁远 正好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它 西北 北 东北 环山 东面是海 地形 完全有力 历史上有一个记载这么说 内拱沿冠 南临大海 这些居表里之间 亦未行圣 正好在山海之间 在山海关与锦州之间 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地理位置 第三 行事写药 这个宁远很有意思啊 它整个是山 山落脚点就海 那你从沈阳这么厚金的骑兵过来 你骑兵过不了山呢 特别大堆人马啊 你必须有一个矮口才能过来 正好在星城里有个矮口 这矮口的东侧叫做守山 西侧叫做窟窿山 两个山中间有一个矮口 矮口多宽呢 我测量了一下 一百米 只有这一条通道 就是厚金呢 从辽阳沈阳沿着河西走廊 要进山海关呢 必须通过这个矮口 才一百一百米 约一百米 一百米 东面是海 你不能走 整个是山 在这两个山的矮口 堵着这儿建了一个宁愿城 就在矮口这堵了一个宁愿城 必经之路 不可飞跃 一手难过 第四 海岛 鸡脚 行程紧挨着海 海里面十五华里有一个岛叫菊华岛 金名叫菊华岛 现在是辽宁省行程市菊华岛乡 这个岛 这个岛上次有城 可以储存粮食器件 寄养 很重要 关外辽宁地区啊 海上储存东西 一个是菊华岛 一个叫枝毛弯 一个叫比加山 主要在这 比加山锦州那么已经陷落 那么离宁远最近的就是菊华岛 为什么储存在海岛啊 后金军队来才骑兵啊 骑兵他不能过海啊 他抢不了啊 这样吧 大量的粮食物资储存在菊华岛 可以补底宁远 互为鸡脚互为远印 第五 战略地位 这个宁远呢 不仅有战术上的重要性 更主要有战略上的重要性 后来孙生宗和袁中焕建立一条关锦房线 就山海关宁远锦州 一个一字形的房线 这条房线的后进 山海关 前茅锦州 中间 明远 一旦有事情 前头可以救援锦州 后面可以护卫山海关 进一步来巩固京师 所以明远的这个特出的战略地位 是其他的城市不可以替代 袁中焕在这点上比王在进 有战略眼光 记忆高一筹 袁中焕先生的分析使我们毛色顿开 袁中焕的才干确实非同一般有胆有识 那么大学士孙承宗到任之后支持袁中焕修宁远程 上级倒是支持 但问题是光有上级的支持是远远不够 这城主要靠谁来修宁 当地的老百姓已经基本上逃到山海关内去 军队也所胜无奇 而修城首先要需要大量的人力 这个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呢 修城就是一个祖大寿 在广宁之战的时候他是参将 他撤退 带着他军队和一部分流民 一部分难民就到了菊花岛 在岛上 岛上大约有二十万战粮食 还有溃军和难民 这样孙承宗就让袁中焕祖大寿 来修这个宁远程 祖大寿啊 就是当地人 官到了参将 宁远之战以后退到了菊花岛 有一个御史 后来做了辽东巡案 叫方振儒 方振儒这时候已经卸任了 他没有退到山海关了 他就到了坐船到了菊花岛 找了祖大寿 说祖将军啊 现在你要带来你的部下和一部分辽民 要恢复辽西十地 你要同意 你要同意 我给皇帝奏报 让你升官 你要拒绝 今天把我脖子的鲜血 就要撒在你祖将军身上 祖大寿 祖大寿非常感动就哭 方振儒感动的也哭 两个一块哭 祖大寿就接受了方振儒的建议 所以在孙城中的领导下 就带着他一部分军人和一部分辽民修这个明远城 塌了的修起来 扩建 修城的时候啊 祖大寿想啊 这个城守不住啊 扣筋打来就废了 修城是很困难的 城墙修着又薄又矮又小 原冲换去了 说不行 批评了祖大寿 又奏暴的封城中 加高 加固 加大 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从天启三年到天启四年 一年多的时间 把这个清 把这个明远城修好 故若金唐 召集流民 啃天种地 生经商贸易 流民四季 记住在这儿 当时变成了关外的一座人间乐园 谁来守 满贵 以后我还专要讲的满贵 历史上有一段评价 满贵良将 而重换秦之 士玉成 陈王 又善福 将士乐为尽力 游士商驴俯凑 流移骗吉 远近 远近 万为乐图 就是这么原来一个皇陵的地方 经过他们奴隶经历 远近万为乐图 宁远城 后来成为 第一玉后金 黄太极跟他父亲 诺尔哈赤进攻的 坚强的堡垒 修了宁远城 海里为绝花岛也进行了修整 后来袁重换写了一首诗 为绝花岛的 这首诗写的很好 这么写 战首威夷不自由 天依圣地众身仇 荣华我以之庄梦 忠奋人将未起忧 编信久开 忠诗定 诗阁 方操几诗修 片云孤月 英长段 春树凋零又已起 这首诗金庸先生有个评价 他说袁重换这首诗 他说斜诗将 他不说帅诗将 他说游诗道 不说寻寻 寻是那寻 不说寻诗道 不说帅说斜 不说寻说游 说明什么 说明袁重换如将的 雅量高致 袁重换在宁元 第一件事情是修成 第二件事情就是射炮 严重年先生的这一说法 让我们感到有些困惑 如果说修成很重要 这已经毋庸置疑 但射炮也就是架射火炮 真的有那么重要 根据史料记载 明朝前期明军中使用的火计 主要是火箱火炮 确实非常发的 但是到了明朝后期 明军火炮的弱点也逐渐爆了 主要是射成劲为力效 有时候裂好阵势 还好炮 第一炮打出去还没打中 第二炮还没有发出 后期的骑兵就已经冲上了 把明朝军队的阵线给破坏掉了 这样一来火炮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而有时候 后期的骑兵很快地冲到了城下 两支军队厮杀在一起 火炮也无法使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袁冲焕还在架设火炮是怎么一回事 这岂不是在做无用功吗 大家知道万历的时候 西方的耶稣会士 立马斗 到了北京 穿播了一些西方的科技的信息 到万历末 天启初 虚光起 李之早他们派人到了澳门 在澳门买了西洋大炮 也叫轰衣大炮 清朝人叫做轰衣 衣服的衣 轰衣大炮 这个炮 这个炮是铁柱子 滑塘的 这个炮比原来中明朝那炮 包括法兰基炮 比那些都先进 前后 买了三十一门大炮 陆陆续续就运到北京 其中有十一门 运到山海国 实验的时候炸毁了一门 还剩了十门 把这十门大炮呢 就挽到城上 这个时候修成的技术有先进了 虚光起有个理论 虚光起有个理论 叫说一炮未成 一成未炮 成的这个四角啊 伸出一块 上面架成的炮 这样炮的这个打击的面 横扫的面 啊 就可以转着打 至少可以有一百八十度的 这么一个射角 把红衣大炮运到城上 全中换最宁远城 除了修成以外 这个炮的贡献呢 有三条 第一用红衣大炮修成 而且把炮运到城上 这在中国军事史上 没有的 这个炮有四个特点 一射击优 射击先进 二 瞄得准 它有准星 三 射成圆 原来那炮射很近 四 威力大 这个炮 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第二 架红衣大炮成上 改变一个传统的看法 传统的炮都是在地上 由炮车 晚运 他打破了常规 把炮运在城上 原来这个炮准备设在守山口那地方 你后勤军来了我打炮 如果真设在那个地方 宁愿之战肯定不行 你炮打一后 第二炮没打好 他就冲上来了 他没放在守山那个山口那 而把他运到城上 第三 请专家训练炮手 新式武器很多人不会 毛渊怡 孙元化等 专家训练炮手 成钢修好 炮钢驾上 天启六年 天命十一年 正月 诺尔哈齐就率领军队进攻 明元成 冤唤同他们激战 取得了明元大吉 谢谢大家 就在明朝辽东最高统帅 一个一个大败而归的时候 就在明朝的山海关 也危在旦夕的时候 坐在北京紫禁城龙羽上的天启皇帝 早已如坐针毡 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在没有人敢再去辽东的情况下 天启皇帝派出了自己的老师 孙承宗 那么这样一个特殊人物 他是否可以扭转辽东战群 他的道人对于守卫孤城宁远的元重患 究竟是胡还是祸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颜崇年 为您在线明王清兴六十年之 帝师都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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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